朋友也是最新的消息 国民党立员党团总招福昆奇 最近是领衔提出了两个草案 原本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共同的提案人却经见 立法院长韩国瑜 还有副院长江启臣 大采议事中立的红线 那么在立法院目前的氛围如何 我们立刻联系给记者许志玄 好 转转内关心 国民党团的立员党团总招福昆奇 日前是提出了两个案子 不过在共同提案人上面 却经见院长韩国瑜 以及副院长江启臣的名字 也被质疑说踩了议事中立的红线 对此稍早韩国瑜进到立法院的时候 是没有多做回应 只有回答说谢谢 不过蓝绿也都是认为 这样子似乎有点不妥 也但听到最新回应 理论上可以签啊 没有问题 法制上没有问题 只是惯例 惯例都没有签 那这次他们签了 还当了这个提案人 共同提案人 我想就要问他们的意见 立法院院长跟副院长 好像已经忘记了 有行政中立这一件事 那也忘记了 在我们的立法院 我们自己的行为执行的 这样的一个奋纪 所以我认为当这个立法院的这个院长 有些还是要尊重法令 因为我们是立法机关不要忘了 不是说今天站的那个位置之后 要做什么都可以 好 这可以听到民进党批评说院长副院长是不是忘记了行政中立这件事情 也是呼吁说他们应该要遵守行政来分纪 最后来的国民党立委是认为说 其实按照法这个法律的程序是没有问题 但是惯例通常都不会签 因此这两位到底为什么签 其实要问他们自己的意见 但是根据了解 其实一开始韩国瑜跟江启臣 是给了傅昆琦软丁子碰 那甚至在议会的时候 傅昆琦是直接拿了提案要给韩国瑜 他当时就被民进党团的总招柯建民来看到 那柯建民是表示说 其实当时有来阻止他们 认为说议长是没有要来签法案的 不过我们现在旁边呢 就是来请来这个柯建民总招 来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 总招可以帮我们还原一下 说当时这个你看到傅昆琦要给韩国瑜签法案的时候 就是你是怎么跟他们表示的吗 这是上礼拜五在院长室 那韩院长有找我传一些事情 那当时傅昆琦进来了 他有哪一个法案要叫韩院长签吗 我当场表示说院长是意识忠意 另外有一个立法院组织法 第三条第二项 当年2016年12月通过 也就是说国会改革的方案里面 唯一当年国会改革 我们其实很多国会改革 包括电话圈等等 单一招委等等 唯一通过一个法案 就是这个 立法院组织法 第三条第二项 他讲的是什么 院长必须退出政党 必须议事总理 那现在护分禅贪韩国瑜不愿意 然后她签 我当时有制止 那中晚来民宿长也讲一句话 你只要签一个提案人的时候 到时院长你要不要去提案说明 是不愿意的 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怎么变成 提案人 那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部分局在外面 宣稱這個是韓國瑜院長來主導的 那就韓國瑜公然違法了 違反意識中立 違反主治法 而且他們兩個案子 有一個是環島高速公路 有一個是新中恆 我到六號院長到花蓮 這個案子 我知道 韓院長 過去在前幾的時候也提出過 那這個案子 主要是新中恆那個案子 我到六號院議員生的案子 至少八千億 那行政院長在院會的時候執行也講過 官方這個要做不是只有反評 要做政策反評 雖然何其困難 因為那個地址絕對有問題 那今天我們回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所有連署人全部是國民黨 沒有一個是民進黨 也沒有一個是民眾黨 反正說 傅文綺很急著 要把這個這個單位他自己可以頂 他當總召最終最終目的 好 那麼看到針對韓國瑜還有江啟成 是大採中立的紅線 那麼賀建民他就特別提到 其實他之前就曾經示警過了 他說其實議長沒有人在簽法案的啦